你沒聽錯 肉粽裡頭包的不是豬肉 而是一整隻的滷雞腿 糯米更是經過麻油拌炒 讓人吃起來就像在吃麻油雞腿飯 有些不吃豬肉 他就買雞肉吃 有班上的學生要考生 他們一定都是四五十隻 棒棒腿象徵考試一級棒 加上粽子的包粽意義 儘管一顆等同於一個雞腿便當價錢 還是有許多考生指定要吃 而端午節即將到來 南門市場的熟食攤販一刻不得嫌 各個趕工包起粽子提前應戰 現在就連飯店也要推特色肉粽 打開荷葉把鹽立刻往上竄 滿滿餡料下藏著一份帶骨牛小排 先炸後鹵 讓牛肉帶有川味麻辣口感 徵分重達1.6公斤 相當於七顆傳統肉粽 感覺很像在吃麻辣鍋 就是非常的川味 上面也有牛肉有點嚇到我 吃起來會有非常飽足感 它用的是一整份的帶骨牛小排 今年它的預購狀況已經多達九成 高檔食材還有這一顆 日本和牛粽用壽喜燒醬汁烹調 薄片和牛塞滿整顆粽子 再加進金針菇增添口感 搭配洋蔥和牛棒 讓人過端午也能很日式 和牛的一般的肉質是優質很豐富 所以它那個油香會融入米粒 業績一直有成長大概幅度 端午節三天連假 讓返鄉過節嚴肅 更是以往也連帶拉抬粽子買氣 業者各出其招 就是要搶這一年 只有一次的端午商機 這樣直接往複敏台北報導